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宣明会过去这么多年救灾 发觉灾民的需要 是远远大过我们肉眼所见到的 在庐山园所有见到的长者 婆婆或者兽子 其实差不多一半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睡得不太好 我想地震对他们 仍然有恐惧的感觉 现在每天都在帐篷里面过 和下雨 自己的家里也崩塌了 这些给我一个感觉 突然间他们生活很安定 好像一夜变成一个窮人 当我们坐下和他们聊的时候 很多特别的妇女 立刻会哭 雨震就不太多了 所以要有什么 我就反省了 我们一定 在龙门乡 这里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 有些是直接崩塌 但是没有崩塌 在外面以为没有什么 原来里面是很多裂痕 那是危防来的 完全不能住 在这么多次 救灾民村地震 青海玉树的雪灾 云南的地震 或者寒灾 我们都发觉原来 重建心灵很重要 关心心灵上的需要很重要 所以我们都有一些心理的支援服务 所以我们从中科院 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就一起做一些心理辅导 和支援的工作 亦都有我们儿童天地 透过艺术治疗 透过玩游戏 讲故事 画画 甚至音乐 让他们表达他们的情绪 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 因为这里很好玩 老师可以和我们玩游戏 还可以做我们如何躲避灾难 看到所有的重建的过程 应该比上次民村的大地震 应该是快很多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板房 这是学校来的 板房已经在十天之内 已经建立了 所以小朋友上学 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些希望 都是令到我们觉得 只要大家有一种合作 和一个共同 分享大家的苦难的心 一定是可以造成的 虽然这次廬山地震 其实没有民村地震那么严重 但是灾民仍然有 差不多200万 有十几万间房屋 是完全倒塌或者受到损毁 需要很大 重建我们估计要三五年的时间 特别人心的重建 很多人其实都生活在一些惊恐里面 但是其实他们安全感 跟他们的房子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很有关系 我们希望重建工作 能够尽快展开一下 中文字幕提供